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度幅源辽阔 火车是除了飞机之外最好选择 尤其是夜铺火车 想想看一觉醒来就可以抵达遥远的另外一座城市 还可以省下一碗住宿的费用 完全是一举数得 但在印度大火车真的有这么美好吗 这一次的印度旅行 我总共就搭了三次的夜铺火车 以下是我的旅行故事 漫长 我们现在在加尔克拉火车站 今天晚上要坐夜夜车去瓦瓦安拉西 火车站超级多 然后大家都会席地而坐 然后因为我们的火车是晚上八点 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小时左右是坐货物车 然后这边的月台是不看票的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进去 但是上车之后还会带 这一段我们要从印度的第二大城加尔克达 拉13个半小时前往印度的盛城瓦瓦安拉西 火车票都是事先在网络上先订好 因为我们人比较多 然后又是暑假忘记 现场买可能会想不到位置 加尔克达火车站非常的大 找月台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却在找车厢上遇到非常大的麻烦 23333 所以不是这一班 原来前面都是硬座 诶是诶 12333 小心 那根本就是硬座 硬座是硬座的往后调啊 我们是A1 SV23333 SV23333 SV23338 8 5B啦 那上面有写它的coach number 我們要先找到我們 我們是坐A1 就是頭等艙的位置 但其實 因為那班車沒有頭等艙 所以我們其實是坐商務艙 AC2 我們不是這個AC2嗎 AC3 AC3層 欸!我們不是AC B3 B2 所以A1在前面嗎 B1 B1 然後 然後S9 根本就沒有A1啊 欸!我就不對欸 我在網路上買的票是A1 但我們怎麼找 就是找不到A1這個車廂 後來我們跑去問那個站務員 站務員一問三不知 然後堅持要幫我們打電話去詢問 車廂非常久然後都沒有結果 重點是他還不放我們走 堅持要幫我們找到A1的車廂 我真的超級害怕 火車就這樣子跑走了 我們現在找不到位置 找不到車廂啊 有請求站過了一些 對 對 對 他還在打電話 還有6%看過 對 對 所以哪個車廂 多少人 11 11 我們有2PINR 這1和這1 2 所以我們總共有11人 我們現在在這邊 嗯 Minh 哪個車廂 這個車廂 是 對 對 對 加油 沒有車廂 只是打這個 對 對 好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結果是在這邊 廁所的這邊好臭喔 那邊有燒味 還有車廂 所以它上面有編號 十二十七十八 所以我們十八號應該是在這上面 雖然票上面寫的是A1 但因為本次的車程沒有頭等艙 所以其實我們的票是A2 加爾格達是起站 基本上車廂內都已經是清潔過了 當然啦如果你是中途才上車的 狂上就有可能有上一個人的味道 A2冷氣艙等是這台火車最高級的艙等 列車長呢會主意的檢查你的護照 不需要再亮你的車票了 因為那個車長他手上其實都有所有人的名字 以上車就會收到一個小小的牛皮紙袋 裡面有床單、枕頭套還有棉被套 A2的構造是這個樣子的 左右兩個上下鋪 由四個位置構成一個小小的包廂 然後隔著走道的垂直是一個上下鋪 所以它算是六個為一個單位 網路買票基本上是沒有辦法選自己想要的位置 那經過這幾次的經驗 我自己是覺得小包廂的上鋪最好睡的 其實火車坐起來是蠻舒服的 我會像那個我們在星空上 裡面看到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 因為我們坐的是沃浦火車 然後他們上來都要掩護照 就你要有買票才要幫他上來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印度火車都不會爆炸 他們沒有廣播系 所以你也要自己看Google Map去看到你到站了沒有 或者是你去請親一下旁邊的印度人 然後我都會知道現在這裡站在哪裡 對 提早跟他說 你要到哪一站下車 然後他們就會叫你這樣子 我們現在在火車上 我們要從瓦拉納西到阿格拉 然後原本昨天晚上是9點55分的火車 然後預計的阿格拉時間是早上的7點35分 結果現在時間是10點42分 我們還被困在火車上 火車超莫名其妙的 它一直走走停停 而且就是在一個地方可以停超級久 而且不是站喔 它就只是一個高架橋上 它可以停非常久 不知道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已經delay了4個小時 原本當地人跟我說大概11點半可以到阿格拉 可是我看我們還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路程要走 如果依照它這樣子去走走停停下去 我們可能要到下午 才有可能會到阿格拉 因為實在太晚了 火車停泌太久了 所以我們決定到其他的車上去跑跑 然後走馬路 那邊是三等 這邊是三等車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他們就是一個包廠裡面有三個位置 然後一樣旁邊有六個 兩側 兩個 所以他們平常的時候 就會把中間這裡收起來 就會變成 就是一個比較寬敞的空間 然後就大概坐在下面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會把中間放上來 就會變成三層的架子 然後三等車廂是沒有布連的 不像我們二等 所以可以將布連拉起來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比較隱密的空間 你看三等車廂一樣是有冷氣的 跟二等或者是怎樣的 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前面的話如果沒有封住的話 它就會是沒有冷氣的車廂了 有冷氣的車廂除了我們做的A2 還有A3跟AC1空調軟座 ACC空調硬座 沒有冷氣的部分 SC無空調握鋪 跟無預定二等車廂 那建議呢是要買到A2以上的會比較安全 在印度火車上顯化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那個階級的差異 其實廁所整體來講 還算可以接受啦 我們到瓦剌納西拉 好累喔 平費不堪 在印度搭火車旅行其實很好玩 但同時間也會遇到很多令人折騰的事情 強烈建議一定要來體驗看看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頻道 當一個小乘客 跟90度公車一起去旅行吧